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1号星期一 胡锡进透露 说中共要制裁汇丰银行 怎么回事 上周六 就是前天 中国政府周六在发布了 针对外国实体 叫不可靠实体清摊的规定 说对列入清单的外国实体 要限制或者禁止 其在中国境内投资 怎么回事 美国现在不是针对微信和抖音 发起一些制裁 中国现在想要报复 就搞了这么一个 就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 然后环球时报 胡锡进那边就披露 说汇丰银行可能就会成为 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第一个企业 第一个就是它 导致汇丰银行的股票 周一开盘下跌4% 成为了25年来 从1995年以来 到现在为止成为了最低点 现在外界普遍对于汇丰银行 是否有可能在其主要的业务地 中国大陆和香港继续发展 就是说有怀疑态度了 当然还有一点也受到影响 就是国际记者调查联盟 在9月20号昨天公布了调查报告 说汇丰为犯罪集团 从事大量的这种洗钱活动 被利用了 但是这点要说 除了汇丰之外 还有另外的4家银行 也被国际记者调查联盟 曝光了 所以这个来讲 如果有伤害 应该对其他的都有伤害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伤害 还是来自胡锡进 就是环球时报这边的爆料 但是对于这个事我有我的一个看法 有的人觉得可能汇丰要完蛋了 我觉得汇丰完蛋不了 为什么 其实从去年反送中之后 中资就是说中国的保险行业 险资大量的入股 汇丰银行 实际上现在可以说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是中国 是大陆的资金 大陆的资金 其实现在是汇丰银行里最大的股东 也是最大的持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中国对汇丰 就是说赶尽杀绝的话 其实受到损失最大的 是大陆的资金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为什么胡锡进的环球时报 现在还就是说 对汇丰银行进行这种各种恐吓和威胁 我觉得是这样的 大陆的险资进来了之后 没有完完全全掌握主要权 他能是按比例来说 他可能是算是最大的 有一部分的话语权 有很重要的话语权 但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掌握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现在就是说他们在逼汇丰银行 想要把其他的那些 就是说在那还是复偶顽抗的这些 你说我要读册了 你说复于顽抗的 复于顽抗的这些人 全部都清除出去 我也感觉出来好像是读错了 你是想说 把这些人全部就清除去之后 完完全全由大陆的来掌握他 但是就是说你说人家挺好的一个银行 人家正是钱 人家为什么 就是说你说我就滚了 对不对 我肯定我得跟你说监视到底 这种情况之下就用这种 等于就是说这边的黑社会恐吓威胁 那边再加上一些选择的出资 你看你不好干了吧 你再搞下去不行了 你卖给我得了 我觉得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最后达到就是说 要把汇丰银行的完完全全就吃进来 吃成了大陆的 我觉得仅此而已 我觉得不会的就把汇丰赶尽杀绝 因为完全赶尽杀绝的话 汇丰银行因为在中国和香港业务面还是比较大的 完全赶尽杀绝的话 对于中国在香港的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的 对不对 这么大的银行 对吧 以前美国雷曼银行倒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也是非常的沉重 对吧 所以汇丰如果真的是要倒了的话 对香港经济出影 香港经济现在本来就不好 如果我们把汇丰再赶尽杀绝的话 香港经济谁撑着 你不还得自己撑着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投鼠即弃 对老共现在也不会 就会把汇丰赶尽杀绝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后面可能会有各种的这种敲打 各种的这种鞭打 可能掉起来打 把里边这些 就是说外国的 英国的或者香港的这些 还有的这些人 就全部都轰走 就赶走 吓唬走 我觉得就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